为了要增加县库的收入 彰化县政府准备在校园实施重电计划 将在县内180所学校的校舍屋顶 装设太阳能光电板 预计在设置完工之后 每年的发电量将会高达6000万度 而每年的回馈金高达1亿元 彰化县府对面的机车停车场 特别设置了遮雨棚 但这可不是普通的遮雨棚 上面几乎都是太阳能光电板 县府6楼和7楼也都有架设 现在为了增加县库收入 也将在学校实施重电计划 每年可以发电6000万度 那一度以7块钱来算 这样就是有4亿2000万 回馈比是24.2% 那这样可以回馈到1亿 这1亿的费用全部都发给各级学校 彰化县府表示 25日将与得标厂商签约 利用一年半的时间 在180所国中小的校舍楼顶 装设太阳能光电板 每所学校每年平均可以拿到 40万到50万元的回馈金 配合政策的学校认为 这样的设施不但可以增加学校的经费 还可以将节能减碳 绿能源这样的教材纳入课程中 县府指出 目前太阳能发电效能最好的 是彰化和台南地区 未来也打算扩大实施 将其他公务厅社也纳入计划 提高限库的收入 记者球紫辈彭安群 彰化报导